咳咳 人在江湖江南一拜到混江湖了 我们全凭一起 我是当朝驸马蒋王正 今天是2024年的2月9号出席夜 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 下午的是3点45分 国内 封面上这五个人到底是谁 海外一个平台上 这是关于到一个封面 关于到一个封面 这是好多的人 好多的人他会说 说这个 说那个 但是呢 这个内容是不对的 主要 我一定要创建一个账户吗 我不创建这个账户不行吗 我一定要 这个我AX平台上 那我不想 那个 可能是一定要创建一个账户 其实海外一些自媒体 是真的是 没有消息来源 他那个 反正只要能编辑上 他就敢说 只要把这个故事说通 他就敢做 是吧 选择反射 他只要 只要那个 他只要那个 就是只要那个 能够说得通 他就这么去说 这个其实是比较 这个其实是 选择反映于原物匹配图像 这个什么意思 这个我看不懂了 他就想要 这样 那么 他一定要那个嘛 我倒也服了 我操 他真的是服了 他一定要我登录嘛 一定要我登录的目的是什么 我有点搞不懂 好吧 登录吧 好吧 主要就是这张照片 主要就是这张照片 那么海外有一些没有渠道的这个媒体人 自媒体人 他说什么呢 他说这个是李强 那这个是李强是应该说是毫无意义 但这个他说是丁薛祥 那我再放大一点 这个人跟丁薛祥是完全不一样 这个习近平也毫无问题 那么这个 这个他说是什么 蔡奇 蔡奇年轻的时候是个光头 蔡奇年轻的时候替那个光头 还有这个是他说是谁 李强 那这个就不对了 那么这张照片拍自于什么呢 2025年的 2025年的3月22号 他主要是想 他们主要是想 说都是就是村干部的水平 说说水平不高 主要是这样 这个的反共上面没有问题 而且不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人 他是多个人这么说 他是多个人 那这么说 小镇上的早饭是不错的 他是好多的人 都会这样去说 但是呢 这个和事实 我们还是要还原事实 一个是刚才这个是 新闻调查 还有林生亮 当然这些人 这些人这个海外的知名度都不高 就这张照片 那么我们现在来解析 就是被认作丁薛祥的 蔡奇的 还有李希的这个人 到底是谁 那么我们其实可以来看这个人 这个人 这个人 这个人叫 孙子 这个人叫 王同源 这个人叫 王同源 跟他很接近 很接近 戴一副眼镜 形象 气质上 很接近 就是发型 有一些变化 但是呢 这张王同源的照片 到底是王同源 年龄大了 那么我们来看 王同源的履历 王同源 那个时候是浙江省委副秘书长 习近平的办公室主任 后来是任广电集团总裁 担任了11年 你们看到 他是习近平早期的秘书 早期的秘书 对蔡奇的身高 比那个 比那个谁要高 这个也是事实 比习近平要高 那我是按照 这些干部的身高 体重 这么来的 好吧 就是 也就是说 左边的第二号人物 基本可以认定 是王同源 当初的 就是习近平的 当初习近平的 这个大秘 浙江省委 浙江省委办 副主任 浙江省委 副秘书长 办公厅主任 办公厅主任 这个是比较 比较接近的 那么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可能 大家会更熟悉一些 更像一些 这是谁呢 这个人 这个人 这个人看上去会更像一些 这个人叫什么 叫张锡 张锡 就是浙江大学 原党委书记 这个是 当初的时候是浙江省委常委 这大的 这个 党委书记 但是张锡 在那个时间点 2025年的3月份 不应该在 习近平的身边 不应该在习近平的身边 他不应该在 看上去更像 但是他不应该在那个位置 好吧 所以这个人 我们尽可能 因为我 他那个 最早 我认识 我认识那个王同源 是 08年了 我认识王同源 是08年 我见到张锡是 0910年了 所以 因为这张照片 确实也很糊 但是我们更好地认定他为 更好地认定他为 这个王同源 而不是张锡 好 那么这个人 这个人 我一开始 我认为这个人 就是存安县 的一个县干部 他们说是蔡奇 这个是绝对不对 但是呢 就是 和那个孙中焕 还是比较像的 但是 他和孙中焕 年轻的时候 是比较像的 但是孙中焕 没戴眼镜 那么他呢 戴了副眼镜 因为领导干部 不太可能会摘掉眼镜 这个唯一一个 有问题的点 但是 如果你一定要 认定他是哪一个 行政级别比较高的干部 我认为是孙中焕 那么最后一个就不用看了 最后一个就苏国正了 最后一个 那你这张脸 这张脸 你一眼 一眼就看到了 一眼就看懂了 他就是苏国正 好吧 所以啊 海外的这些自媒体 就是媒体也好 自媒体也好 胡说八道 李强什么时候 担任过县长 胡说八道 好吧 根本没有的事 好吧 根本没有的事 八六年 八六年 李强根本不在那个位置 好吧 李强的事 你就问我就行了 好吧 李强的事 你就问我就行了 好吧 八六年 李强在浙江省民政厅 是吧 好吧 所以海外这些 有很多的人 编故事 造故事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价值 没有这个价值 没有这个 好吧 就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好吧 好吧 所以基本可以认定 李强 王童元 也当然 以线清晰度来说 也可能是张希 但是王童元的可能性 王童元的可能性比较更大一些 习近平 这个要么是村委的干部 要么就是那个孙中焕 然后这个毫无疑问 这个就输过正了 身高体型都很像 身高体型都很像 而且那个 而且 孙中焕那个时候是省政府的秘书长 办公厅主任 而且他和蔡奇搭过班子 他是给蔡奇让了路的 不是跟蔡奇搭过班子 是给蔡奇让了路的 好吧 基本是这样的一个 当然还有可能就是本地的一个乡村干部 本地的一个乡村干部 这种可能性也存在 所以你去想吧 就推特上的真实度 作为媒体也好 作为自媒体也好 尽量要把真实的东西告诉大家 好吧 李强从民的人太多了 好吧 包括网上 网上有人说 我有李强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字 李强的字很少 我手上是真的有 我手上还不是一副两副 我手上是真的有 很多人手上说 我有李强的字 不是那个李强 不是温州李强 好吧 好 感谢大家收看 订阅转发评论 点赞我的频道 我是当朝驸马 蒋王正 习近平和习办的工作人员 看到我的视频 应该要求习近平出来跟我道个歉 习近平应该对我说 尹克我错了 我没有 国安好浙江公安 浙江国安和北京市公安局 习明泽 虽然你是90后 虽然你去美国留过学 但是负战 你还天天地 替父还债 不丢人 蒋王正 吹拉弹唱 十八万五亿 除了吹不行 拉弹唱 十七万五亿 那是样样精通 习明泽 抓紧时间 国际勇气 栏目 我们好好的在床上 签收签收 我一定让你还得运回去 一定让你父亲 习近平 做外公 好 感谢大家 收看 订阅 转发 收看我的节目 连苏国珍都不认识 说他这个人是李希 这个就真的是 有的人要过来跟我争一争 变一变 没有价值 没有价值 浙江的事 就知江新军的事 以我这个李强非公开秘书 这个知江新军非官方发言人 航大秘书邦非政府成员为准 好吧 好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